脏皮革的髮型 大家好,歡迎來到品蕭少年頻道。我是Aida 上次有一集在跟大家分享你的臉型要如何分辨呢? 今天這一集要延續上一次的主題,要來講髮型啦 其實人家說你,有個好的髮型就像換了一張臉 你不用去做醫美,你換髮型也許就可以得到不一樣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真的,因為髮型真好重要好重要哦 如果你就是有一個不適合的髮型 尤其是瀏海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呢 會放一個很大很大的重點 在講你適合什麼樣的瀏海 或者是你適不適合留瀏海呢 我們今天就來討論這個話題啦 好上一次我們把臉型分為七種 那今天就會針對這七種臉型 各適合什麼樣的瀏海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最後也是會有一個小測驗啦 如果說你還沒看過上一集的朋友 又或者是你對於自己臉型還是覺得 欸我到底什麼臉型啊我看不出來耶 那後面也會有個小測驗啦 那大家去用測驗的方式 來決定你適合什麼樣的瀏海喔 好你適合什麼樣的髮型 你適合什麼樣的瀏海 我們是用什麼決定的呢 首先第一個就算是我們所做的臉型啊 你臉型會決定你的瀏海是適合什麼樣子呢 或者是你的頭髮長度 甚至是直或是卷也都會影響喔 第二個就是你臉的立體程度啦 有些人的臉就是比較瘦長 比較深邃一點 他臉幾乎是往前長的 有些人的臉是比較平面偏扁平一點的 大部分的亞洲人呢 比方說台灣啊香港啊日本啊 我們大部分都是偏比較扁平一點的臉 當然我們在扁平中還是有分比較扁平 跟稍微沒那麼扁平或稍微深邃的 當然還是會有差啦 所以這些纖維的差距也都會影響到 你適不適合剪瀏海跟你什麼樣的髮型喔 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迪力熱巴好了 大家都知道哇那個新疆美女濃眉大有 這個臉的深邃程度 真的不是隨隨便便就有的啦 把像你那種越深邃的臉 越適合長瀏海或者是沒有瀏海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迪力熱巴剪瀏海 真的是好奇怪喔 就是有一種很成熟的女性臉 非常深邃的女性臉 可是卻有一個非常智靈的髮型 在她身上呢通常就是比較唯美的大瀏海 可是今天如果她剪了一個妹妹頭的瀏海 你就會覺得真的是有點俗 跟她的氣質真的是完全不搭 好第三個 就是你整個臉給人家的感覺是偏柔和的呢 還是偏銳利的呢 你長相越柔和越奶萌感的女生 我相信你剪瀏海的機率就會非常高 可是呢如果說你今天就是看起來非常的銳利 然後靈靈角角的 然後看起來很兇很有距離感 我相信你剪個瀏海你可能會被打 沒有啦 人家會覺得你好奇怪喔 你整個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生物 你知道嗎 所以呢其實這三個很重要的元素 會影響到你適合什麼樣的髮型 或是什麼樣的瀏海喔 那你到底適不適合有瀏海呢 其實呢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要告訴大家 首先第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額頭的長短 你額頭長短什麼叫做長額頭 什麼叫短額頭呢 如果你把手指頭放在你的額頭上面 如果你是三指的話 恭喜你就是一個短額頭 大部分的短額頭是很有權力 很有資格告訴大家 我是可以不用瀏海修飾額頭的人 當然還會有其他的啦 如果你有高顴骨 或者是你有比較寬的下額的話 那當然可能還是需要瀏海去修飾啦 不過如果你是三指的短額頭的話 大部分的人也許是可以不用瀏海的 可是如果你是四指以上 甚至到五指 哇如果你是五指的話 那你可能就生做潮帶 你可能要站在清潮或是年潮 其實四指就是一般正常的額頭 大部分的人都是四指啦 那像我個人呢 你看我的臉的比例 我的額頭說實在占得很大 那在我年輕的時候呢 我其實真的是很害怕把額頭露出來 我可能到我長大一點啦 有一點成熟度之後 我才敢真正的去露出我的額頭 因為我的臉整個三分之一就是額頭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五指的那種枯頭 所以呢我其實是非常非常需要瀏海的 好那第二個適不適合剪瀏海的因素呢 我們可以看我們臉側面 我們的臉側面呢 如果你的額頭很圓潤的話 你的鼻子又是比較高挺的 這個角度叫做鼻額角的角度 如果你的鼻額角角度有超過120公分 代表你的臉就是不夠立體 這個時候你就很能很需要瀏海去增加你的臉的立體度 如果你的鼻額角是小120度 那我跟你講你千萬不要瀏海就像我剛剛的例子的一人吧 因為他的鼻子非常高 鼻額角角度非常的小 所以如果他在剪瀏海 你會覺得他的臉上很多東西 而且很擁擠 加上他的五官油很大 你就會覺得非常非常的違和 所以講到現在你是不是心中 應該有一些抵決的 啊我是不適合瀏海的呢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講 適合什麼樣的瀏海跟髮型吧 如果你在上一集測出你是圓臉 方臉或是離型臉的朋友 你千千萬萬不可以去留眉眉頭 齊瀏海 因為呢你的臉基本上已經不是非常的長了 你的臉基本上是偏方或是偏遠 已經是橫向發展 如果呢你還用瀏海去蓋額頭露出來的地方 你的臉相對的你的臉原本這麼長 你的瀏海就臉就只剩下這樣 你的臉就變短了 加上你的臉本來就不瘦 你的臉是偏寬的 所以呢當你的長變短了之後 你的寬就會變得更寬 所以呢你的臉方臉離型臉的朋友 我們的重點呢就是讓你的臉看起來是修長並且拉長的 所以呢你的頭頂的地方一定要是蓬鬆的 這樣看起來你的臉才會是直向發展 而不是很向發展 而且呢你們也要避免非常卷非常卷 讓你的頭髮看起來膨膨的款式 我想現在應該沒有人會燙爆炸頭啦 或者是非常小的小卷啦 大部分呢都還是大大的波浪卷比較多 而且你們也要盡量避免中分的髮型喔 因為中分的髮型會蓋住你大部分的上半臉 而你的下半臉露出來就會顯露出非常非常明顯的方 或者是肉 然後你的形狀會變得更加不好看 那你們最適合什麼樣的髮型呢? 你們最適合的就是長度到下顎的大旁分瀏海 如果是大旁分瀏海 你會很有效的修飾你的臉型 讓你的下半臉看起來並不這麼明顯 因為你露出來的地方已經被修飾了很多 所以看起來整個是直向發展而不是橫向發展喔 而圓臉的朋友就像陳妍希或是林依晨 她們呢都算是比較臉偏圓的女生 她流瀏海而且是撿妹妹頭 真的是會非常非常的奇怪 而且看起來非常沒有氣質 可是當她呢把瀏海拉長到下顎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哇整個人氣質就出來了 你會適合微微的長捲髮 如果你的臉已經是方了 而且你的頭髮如果還是非常非常直的話 你整人看起來就像一個硬梆梆的機器人一樣 所有的東西線條感都太過於明顯 所以你需要點柔和元素去cover你的線條感 你看起來就不會這麼兇也不會這麼銳利 好接下來是長臉的朋友啦 如果你的臉偏長的話 我建議你一定要有瀏海的髮型 因為你的臉偏長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把臉稍微縮短一點點 如果偏偏你的髮際線又很高 你看起來臉就是整個長到不行耶 所以我們跟圓形臉跟方形臉的思路是相反的 我們必須要把旁邊稍微拉寬一點點 所以長型臉的朋友 你的頭髮千萬千萬不可以留得過長 如果你的臉已經偏長了 如果你旁邊頭髮線條又長 你整人看起來會非常非常的適重 所以長型臉有很多瀏海非常適合 例如像空氣瀏海啦 還有法式瀏海也很適合 可是有個彈數要大家注意的 如果你的臉長的比例是因為你的下巴非常的長 那你就要注意你瀏海的長度了 你的瀏海長度千萬不可以過短 如果你瀏海在眼上的話 你會看起來你的下巴這個部分會非常明顯 所以一樣要用長瀏海來修飾 所以下巴過長的女生 也是適合長度稍微長一點到下巴的大旁邊瀏海 可是這邊所說的下巴長其實不是說這邊長 是指你的人中到下巴的這一段 人家都說三庭五眼嘛 什麼叫三庭? 額頭到眉心是一庭 眉心到鼻子是一庭 而你的人中到下巴是一庭 就是所謂底的第三庭這一段呢 比較長的時候要注意我剛剛說的這些 好再來是菱形臉 菱形臉有什麼特色呢? 菱形臉最大的特色就是你的顴骨比較寬 上、下都偏窄 可是菱形臉的好處就是你有一個很尖的下巴 可是菱形臉常常會讓人覺得有點苦命 或者是尖酸刻薄的感覺 因為你的顴骨偏高而下巴又偏尖 所以菱形臉的重點就是要修飾顴骨 跟露出你尖尖的下巴 所以菱形臉非常適合有硬角的瀏海 比方說法式瀏海 可以很有效地去修飾顴骨的一種瀏海 菱形臉也算是線條稍微銳利一點的臉型 所以在髮型的線條上也不可以留過直的頭髮 而且盡量不要是中分然後直髮 這樣你看起來整個就會更尖酸刻薄 所以菱形臉要注意你頭髮的線條 當然是有點微微的大捲 有點捲度你看起來會更柔和一點 菱形臉代表就像炫牙 炫牙的顴骨確實非常非常的明顯 它的額頭跟它的下半臉幾乎都是偏小的 所以它真的是菱形臉非常非常好的代表 所以它的髮型大部分也盡量是要遮住顴骨會比較好看 好 接下來就是瓜子臉跟鵝蛋臉 瓜子臉跟鵝蛋臉基本上就是一個蠻完美 天生是美女的臉型 所以你們非常吃香啊 你們有很多瀏海坑很多髮型可以加育 也沒有太多的限制 只是瓜子臉我會建議是到顴骨這個長度的瀏海 尤其是額頭比較偏短的瓜子臉 那如果你是額頭比較偏寬的瓜子臉的話呢 那我建議你就可以適合空氣瀏海或者是斜瀏海 這兩種瀏海會讓你變得更美更漂亮 好 最後是無敵鵝蛋臉 鵝蛋臉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看這一集 我是太晚講的 鵝蛋臉基本上沒有太多髮型上的限制 因為你的臉型本身就很完美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修飾任何東西啊 而且你可以隨心所欲的去做一些變化 如果我今天想要顯得比較智靈一點 比較年輕一點 空氣瀏海可能就會比較稍微減靈一點點 如果你今天想要有一點女人的魅力 性感成熟一點 大螃蟲或是八字瀏海都會很適合你 好 聽到這邊大家不知道 對自己的髮型跟瀏海到底有沒有一個概念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做個小小測驗 那這個測驗會明確的告訴大家你適合什麼樣的瀏海 那當然每一個人身上的元素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除了等一下題目裡面會有的元素之外 當然還有你五官的變化和你整個人的感覺 這些也都會影響你的髮型 甚至是你穿的服裝 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的話 歡迎來找我做諮詢 下面有我的LINE AT的聯絡方式 有興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好 進入我們的題目啦 首先第一題 你的額頭是偏長還是偏短呢 如果你的額頭是三指以下代表你是短額頭 如果你的額頭是四指或是四指以上到五指的話 代表你是長額頭 如果你是長額頭是選A 如果你是短額頭是選B 好 第二題 你的額頭是偏寬還是偏窄呢 如果你額頭是偏寬的話請選A 如果你的額頭是偏窄的話請選B 好 第三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顴骨啦 如果你的顴骨是偏高 你很明顯的感覺它是突出來的 或是你顴骨非常明顯 那請選A 如果我看起來整個臉就是順順的 沒有什麼顴骨太多的感覺 那你就選B囉 第四題就是我們的下額啦 你從這邊看起來 你的下額這邊是零零角角 感覺會有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角度的話 那你就選A 如果你的下額這裡感覺是非常融合 甚至你臉圓圓的 那就請選B啦 好 接下來下面就是我們答案給大家參考囉 大家趕快對一下你的答案 到底是適合哪一個瀏海呢? 髮型真的是超級超級重要啊 請大家在穿的漂亮的同時 千萬不要忽略了你適合的髮型 還有你的妝容喔 因為畢竟大家看到的第一眼印象是你的臉好嗎? 所以頭髮也一定要大大的注意一下喔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問我 那也別忘了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接收更多的變美資訊 好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